好 那就來到第四節了 Eddie還沒見到他敲門 所以我想應該還是和韓國的 和韓妹在抱著喝酒 你敢說 韓國那邊是喝什麼 日本喝清酒和韓國喝什麼 喝燒酒 吃完這個人心雞之後 可能繼續拿著酒杯就繼續談生意 人心雞興和合的 我相信食肆有冷氣的 我不是說氣溫興和合的 人興和合的 我不知道 我比較少吃 所以 Anyway 剛剛第三節的時候 也說了比較多的EV發展 特別是Tesla 我覺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一些意義 而其實這個情況來說 整個 無論是管理方面 或者市場的變化來說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後來我也說到這個 在整個 EV生產的汽車公司來說 Tesla當然賺錢 另外一間賺錢的 也是中國最大的電動車生產商 比亞迪 我之前我一次也展示過 比亞迪的股價 其實今年來說 由高位都跌了至近一半 股價都是 但是 這個也有趣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 比亞迪的一些相關消息來說 其實比亞迪 剛才我 比亞迪說 其實它的銷售 整體的發展是相當不錯的 無論是中國本 內地的市場的銷售 以至海外的銷售 其實它一直都是發展的速度很快 除了香港之外 等於香港有多大 給了你也有下數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我已經看到它在歐洲的地方來說 譬如說 無論是北歐 因為北歐相對來說 是比較 電動車的 所以Tesla 它第一個 在歐洲開拓的 都是 好像是挪威 還是瑞典 其中一個北歐國家 然後才再選擇 譬如說 在德國找一個地方 建廠 開始發展 似乎 比亞迪 也是採取類似的 策略 我看到它 都已經開始 有車 在北歐市場 銷售 現在下一步 也在說 會是 目標就是 歐洲大國的市場 甚至乎德國 OK 它也想著 跟福斯 一較高下 所以 比亞迪 在市場方面 來說 銷售方面來說 其實 發展 似乎 做得不錯 但是股價 也跌了不少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連他一個 當年 捧紅他的 投資者 巴菲特 都是持續地減持 在過去這幾個月來說 其實是不斷減持 OK 而他最近一次減持 還是比較近期 就是一個比較低位的減持 讓我看看 鏡頭 OK 讓大家看看 這就是 比亞迪的股價 所以 其實你看到 他的高位 就是 今年6月的時候 就是當時的高位 當時來說 高位是 那麼巧 6月28日高位333元 哇 333 這個數字很有趣 Anyway 到近期來說 其實他曾經 在10月底的時候 最低那天 就見過161 就是由最高 和最低 intraday的話 其實就跌了一半 OK 近期就剛剛 今天就收177 這個就是比亞迪 但是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 不菲特是幾天前的 才再進步減持 即是 不菲特不是高位減持 他是一直下來 他一直下來 他一直減持 通常其實這些大分 你拿了這麼多位置 你不可能在高位賣得完 你一定是 就是 一個過程 你去買 但是 但是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我不能夠不想一下 就是說 如果跌了這麼多 以不菲特的 適受的人來說的話 喂 是不是 就是 應該等它彈回一點 才再沽 那你在這麼低位來沽的話 其實 你 就是 我不知道背後的原因 OK 他到底是真的 政治上 或者有其他更正的東西想買 但是 老實說 喂 很多現金 其實那些現金多到 到處找東西買 那你 似乎又不是很成立 那些事情 不是說 因為有更好的機會 所以這條沽 這個就 會很 講不過的理由 那樣是 大家都記得 那時候 不菲特沽 這個中石油 那他也是 沽完 然後 他好像是 還要是 寫一封手寫信 去通知交易所 然後就說 我已經沽了貨了 這樣 所以我想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會不會是 比亞迪開支 對於整個EV 他都是比較 就是 看法有些 有些改變 因為 老實說 喂 比亞迪已經是 就是 那個Variation 不算叫很需要的 給大家 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看過比亞迪那個Variation 那儘管看看 簡單地說 這個就是彭博的 如果大家比較少看彭博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彭博的那個版面 以及一些 一些數字 這樣 這個就簡單 這個很 OK 你看到 比亞迪來講的話 OK 這個他的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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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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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 這個 這個 就是35倍 當然也不算便宜 不算便宜 但是 以EV來講的話 剛剛也說了 EV很多是 直接是沒有錢賺的 OK 有錢賺三十幾倍的PE 就是不算叫做 很誇張 這是就是我以股价之數 能告訴他們 另外一家賺錢的 EV生產商 就是Tesla orton 這個就是Tesla Tesla的PE都跌了很多 因為期間的股價呢 那麼現在的PE 大概只是56倍而已 OK 就是相對於過去來說的話 三位數字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是非常相疑 但是 真的我也 Jev И大家解釋 我們經常都說 Tesla 賺的那些錢其實很多都是 carbon credit 是的 而這個 carbon credit 還可以賣多久呢? 這個也真是誠意的 有點疑問的 所以比阿迪來講 起碼如果從這個簡單的 PE 計算的話 其實就已經是比Tesla 便宜 但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拿回一間傳統的汽車公司 但是近幾年就極力地發展這個電動車的 譬如說福特這樣 美國的福特車廠的 PE 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就是福特車廠 八倍 historical 非常今年的盈利七倍 那就是 當然了 你可以討論 就說 福特的電動車的銷售的情況 可能跟比亞迪 Tesla 差很大 OK 好 是 以現在來講我一定是 OK 但是 可以獲得的 就是了 再加上 哇大哥 就是 便宜這麼多 OK 就是 我會覺得直播就是我成員買這些 起碼 喂 除了這件事之外 人家在拍四厘幾 大哥 起碼都要做 對不對 就是比亞迪 此有若無 聽說實際不用說 更加沒有了 就是你知道我們這些好色之徒 有一點點利息袋袋 炸袋 之外 這個都是 我會比較 拿得安心一些 就是這個也是 就是 利申 就是 黃黃 我買黃黃其實都是 都是這個考慮的 OK 就是黃黃現在派成六這幾息的話 喂 OK 你的股價不升的話 我只是收息的話 我都 我都絕對 很樂意 還有持有這些公司 你又不怕它破產的 就是又不怕它 是不是 就是不怕它 買回來兩個星期做檢查11 這樣就不太好 是啊 所以我想 其實 就是在我的角度來講的話 就是 我不是看淡EV整個發展 EVOK 我 就是 都是正面的 OK 但是當然我也都 就是重申了 我覺得 這個 就是 汽車市場 不只是 唯獨 電動車是 那個發展的空間的 就是我仍然覺得 就是這個 HIRGEN BASE 的話 仍然有它的一定的 就是 就是 可能性 就是我好像這樣說 OK 就算是電動車 都不一定要是電動車公司 才可以做的 就是其他傳統車廠都可以做 正確 這個就是 就是過去這幾年我們看到的 一個發展 一個趨勢 這個 所以 就是真的要小心一點 就是這個投資來講的話 就是 就是不只是說 就是 就是 賣 賣的 就一定是 一定賺到錢的 投資無惡不利的 這樣就不是的 還有我想 就是在我角度來講的話 我仍然會 就是 就是 就是嘗試去理解 為什麼 不非特 是 在 這個 就是 比亞迪的股價持續地 滑落的時候 都仍然是這樣 就是毫不留情地 大手 辜貨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 值得深究一下 還有 不過我看到傳統車廠 好像 股價都調整了不少 近來 都調整了不少 但起碼 如果 譬如 如果我示範剛才福特的圖 因為 就是 都調整了不少 不過 近期 如果看回近期來講的話 其實它都開始有點彈 彈了一些 就是 不是 起碼圖來講的話 如果看回趨勢來講的話 它起碼不是一條直線地下 這個是 我先示範圖 因為剛才 先 轉了 描述 當然 如果你看回 譬如福特 這個股價這樣 它從今年高位 今年高位都成 25元 見過25元 OK 到低位的話 其實它從高低位 都真的有跌了一半 但是起碼到現在來講的話 就算是彈了14元 嗯 就是從25到14 都跌了不少 但是 喂 其實福特 如果你看回長一點來講的話 它是 就是 它都是這樣一直升上來的 就是它在 就是 過去兩年來講的話 它曾經只有三個多 就是 OK 那一路都升上來這樣 今天那個高位回落了這樣 但是 起碼它不是一路下 你相對於 如果三個多買 開到現在 都還有 都還有四四五倍 是啊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用過去兩年來看的話 其實福特 都仍然是升了的 但是 Tesla的股價是跌到兩年前的位置 OK 這個是 就是 要有少少 要留意一下 這個 Anyway OK 我想這個 EV的 其實這個 話題 我也說了很多 那我 就是 重新 其實 我今年年頭 和久年年頭的時候 其實其中一個 就是 避免 我是說 避免 我不是叫做短 就是 我不會看人家是短的 OK 就是避免這個 EV的生產商 OK 那麼 再過兩個月 我們就會回顧一下 的 Covation Quality 就是計算 但是暫時來說的話 就似乎 都 避免得 對的 這件事情就是 好 那麼 最新消息 Eddie 就說 十分鐘之後可以加入 都已經是 差不多十分鐘之前說了 所以他應該 那人家 你被人家回到酒店 都去廁所 大佬 喝了那麼多人心計 喝了那麼多燒酒 不用去廁所嗎 先喝一口水 是不是 在他生離之前 我們可能說 一點 就是快一點的話題 今天準備節目的時候 John也點名 點了的話題 就是 你有沒有看馬來西亞的選舉結果 是啊 是啊 這個真的 我其實 我 其實怎麼說呢 很甜蜜 因為 安華這個人 我對他沒有什麼特別 好感與反感 但是我不能 給他 就是 他是很勤力 以及很決定的人 你要想一下 如果大家對安華過去的 有一點點認知來說 他是當年 這個馬哈提爾 一手提櫃出來 做他的 就是副手的 接班人 是嗎 當時馬哈提爾 喂 Hello 你好 打個招呼 你好 說實話 你的髮型 整個輪子不同了 去韓國也要做一個韓仔 真的 是嗎 你這樣 看見客 中間分界心理變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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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 想然後 電一下 然後 就是 換一下髮型 我想 幾年都是 很短 然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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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 變少少 天氣冷 還有看這個樣子 你不是好像 喝了很多酒 你在韓國那邊 我們剛才跟K.O.還在估計 就是 韓國的文化 可能有點像日本那邊 就是吃完飯之後 然後還要去比賽三個回合 那樣的話 那你應該都 就是 有一點點 我看你好像還可以 不 好在 你們兩位 不看足球 剛剛其實就是 就是 韓國隊對 烏拉圭的大戰 哦 是哦 所以 他們就 趕著出來吃球 啊 但是 都吃了飯 因為 我這家酒店 就在明洞那邊 那就 就是 就是 剛剛回來 就麻煩拍拖 就是 頭三次就做了 因為 又是很熱烈 然後突然被人呼召 然後 但是呢 應該快要補一補市況了 我明天呢 就應該會去東京 很開心嗎 你終於如月以上 你終於 如月以上了 啊 就是 如果一些人想買跌 日圓的話 當然日圓是跌的話 就是好機會了 所以大家 哈哈 應該都 都 因為 就是 是否 昨天就有過 什麼 還是前一兩天就有過 意識聲明 就是 就是發放 agenda 是不是 meeting agenda 哦 你說美國聯繫公 是啊 還有 韓國的央行 都已經是 減少了 加少了息 只加了一碼 之前是 有機會加兩碼 那 因為 其實我上次也有說 來過 我也覺得整體的經濟是差了很多 所以可能 整體CPI 或者環球的 中央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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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會反轉窗後減回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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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八成機會 我沒有看錯 因為有些聯儲局的政府出來 都是有些放鬆一點 可能加兩萬都可以 所以市況應該就是 可能會穩定一點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第一次 大家也有說過的 近期整體市場的氣氛是 應該是 正面了一點 或者起碼是 沒有那麼悲觀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們也有提到的 大哥,今年殺到這樣 年尾最後兩個月 做好一點 Window dressing 每個年都要的 是嗎 應該是 Window dressing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再殺下去 都沒有什麼意思 大家都是這樣 每個都是仇運慘 在這邊的人的態度 都是不要投注一些事情 整體我覺得都是很慘 所以你剛剛說的 正正是剛才我們跟K.O.想說的 就好像安華那樣 彼勁太久 OK 因為 但是你要先告個雞尖 所以我才說 剛才 這件事我也是 我也是覺得有些 就是 你一次就說你被人老屈而已 你真的兩次 還要好像是第二次 他說是找兒子去引他 那就是 他很明顯其實是有這方面的性循環 我就是這樣說 那這件事我覺得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始終那個國家就是 一個伊斯蘭國家 然後對這件事 就是有立法規定是不行的 那你可以說人家是安裝局局 安裝他 但是又不確定是誘他 都是你情我願的 這些事情都是 但是 所以我就說 就是 當然 我當那個是 他真的 有罪 有做這件事 但是 其實種種東西來講的話 在他過去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來講的話 由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個叫做 明日之星 在一個政壇上面來講的話 馬克蒂爾一手帶他出來 也都對外講到就是說 他將會是個接班人 但是 也都是 馬克蒂爾一手 按下他 甚至乎 有 有些人說就是 馬克蒂爾 送他入獄 送他入獄 起碼第一次 第二次 可能不是 沒關係 但是 經過了這麼多 他都仍然 磨滅到 這個 政壇上面的 一個 鬥心 OK 甚至乎 去到 幾年前 馬克蒂爾一手 80歲 高齡 OK 油膽多他一鑊 沒錯 都中海膽一鑊 都中海膽一鑊 就是 我覺得是 大哥 一二再三 你都很厲害 都仍然是 不放棄 說的是 馬克蒂爾去提攜他的時候 已經是 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的處理方法 有所分歧 就是 行不行這個資料控制 結果就是 拉了他下來 那說的是 大哥 亞洲金融風暴 1997年 25年之前 那 就是 他那時候可能還是 一個年輕財進 明日之星 來到今天 今時今日 終於做到 這個 一個PM 75歲 到時已經 真的 慘 所以我真的覺得 學生比拜登 超有毅力 真的不是說笑 真的 OK 我覺得做政府 但是問題就是 到現在被你做了PM 但是現在 馬來西亞的局勢 當然我不是 政治方面 很深入 但是 就是我見到 我以我所認知情況來說 都非常之 這麼難搞 不僅有經濟問題 而是整個現在的 政治的架構來講的話 就是伊斯蘭的黨派那個 就是 那個 就是 高漲的 那個情況來講的話 而這件事 又不是他 就是跟別人 很有適合談的事情 或者現在那個局勢 真是 真是叫做 爛灘子 這個 馬來西亞那邊大選 就需要 拿到 如果112個議席以上 就可以 過半數 就可以 單一政黨 就組成 一個政府 但是 安華那邊的 希盟 其實是拿80多席的 所以 是要組成一個合作的 但是 其實 今天 其實也挺驚訝的 因為 就是 馬來西亞原來 也有個 皇帝 是 就是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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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抓走了 全民政党 他就說 你不可以繼續繼續 喬帕尼文 你一定要組成一個合作 那麼 今天 ч於出來 就宣佈了委任安華做的首相 但是 就沒有說清楚 究竟這次合作是怎麼組成的 總之每一個政黨可能就按比例就委任一些內閣成員 去做成一個聯合的政府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選擇 難度就真的非常非常高 也不要說裡面的消息可能亂放出來 暗戰到處飛 一有什麼動作就立刻公開跳船 立刻反你 安華能夠做到多久呢?這個首相都真是很好吃 真是 很深入的馬來西亞的政治我一定不懂 因為它那個文章有宗教 又有不同的種族 然後又有不同的 你知道馬來西亞不是就是大家以為 或者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 新加坡對上半島的位置 那你還有東馬的嘛 就是還有沙羅園那一堆的嘛 所以那個 東馬又比較多人是信基督教為主的 就是西馬多一點就是以斯蘭等等 那是很複雜很複雜 就是 可能才是比較適合到 但是譬如我們有些客戶 就是在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 就是背景比較多一點 都是 當那個政府是這樣 或者還是很貪污腐敗的那些 那個國家是很難再 再升一個層次 就是 那個地方 坦白說 馬來西亞比起新加坡 就是有天然資源 就是有個土地等等 理論上 照道理來說 就是 GDP per capita 就是上升空間很大 但是 你這個政治做得不好 或者怎樣 就局限了那個地方的發展 就是出事 永遠還是陷入了一個 就是中產收入的陷阱裡面 就很難再升上一個 另一個台階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大家暑身的地方 大家都明白 所以 這一節就差不多有時間 我們先停一停 好